大家好,我是阿彤 今天約了幾位朋友吃西餐 我們就選了比利是菜 這間餐廳也有很多分店 我們就去了中環這間 只是門口已經看到歐陸的裝修 雖然我們訂了桌子 但到步之後也等了15分鐘 這間除了是餐廳也算是一間酒吧 進去之後覺得氣氛很好 樓底高 燈光有點暈暗 給人一種很放鬆的感覺 剛好今天就是星期五 所以感覺真的很快樂 而餐廳內外的環境也充滿歐洲的風格 它的裝修是依照著1920年代比利是餐廳和啤酒屋的設計 以復古懷舊做主打 你會看到有些特長的巴桌和懷舊的木餐桌 我們先看看餐牌 這間餐廳的特別之處就是幾乎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優惠 星期一就是任吃青口每位225 星期二就是海陸大餐325元一份 包括有龍蝦和美國牛扒配薯條 星期三就是和牛漢堡配薯條 星期四就是醬燒豬臘骨 星期六日就是任吃牛扒 剛好我們去的那天就是星期五 所以任何優惠都沒有 不過不要緊的 我們星期五可以吃晚一點 聊聊天喝東西都挺開心的 接著輪到重量級的食物 這些就是要預訂的食物 包括有燒乳豬、燒牛肉 這兩個都是4-6人份 而這個燒春雞就是2人份量 大家要注意份量 而頭盤有湯、沙律、鵝肝、芝士、牛肉 它它它等等 而這裏其中一樣最出名的就是青口 總共有六種烹調方法 半kg就265元 1kg就425元 會跟薯條 而另一樣出名的東西就是牛扒 牛肉類包括有牛扒、牛柳和牛仔骨 其他肉類還有豬扒、豬手、豬臘骨 雞和燒羊架 另外還有漢堡包、海鮮、披薩、粉麵飯 最後還有配菜和小食 輪到飲品 這個菜單上寫著 比利市最好的烹飪和讓造傳統帶來香港 它真的有很多款不同的啤酒 有些甚至還未見過 有大瓶也有小瓶 除了啤酒之外還有汽酒、玫瑰酒、白酒、紅酒等等 每一瓶酒的菜單都會顯示它的口感 例如它是light還是煲 dry或是sweet等等 另外還有威士忌 Gene、Rum、Vodka、Cottel、Mottel等等 首先第一樣是一瓶紅酒來的 它是來自阿根廷 不是很甜也不是很dry 中規中矩 聞起來和喝起來都會有重berry的味道 尤其是有一股rasperry的味道 餐廳拿走出來的時候是有雪過的 摸起來是有點凍凍的 剛剛喝的時候口感是有點light 後來擺暖之後口感就越來越bolt 我們第一道前菜就是傳統sweet salad 好吃的沙律我覺得一定是沙律菜要瀝乾水 它才可以每一塊菜都沾到沙律醬 這次這個沙律和沙律醬的比例非常均勻 裡面的雞胸肉有少少煙燻的味道 另外還有煙肉、蹄魚和巴蜜臣芝士 無論是口感和味道上都很豐富 第二道前菜就是凍蟹肉千層 裡面有西芹頭、毛豆、牛油果、番茄 用了蛋黃醬和檸檬油醋汁 跟幾塊法式多士 首先它的法式多士很脆 一定要趁熱吃 然後它整個千層都做得非常紮實 我們每一塊多士都放滿了 但是吃完多士還有一半份量剩下 值得一讚是它的蟹肉份量很多 如果可以多給幾塊多士就好了 第三樣就是凍肉拼盤 這個拼盤有五款火腿 中間有些豬肉醬跟多士的 這個拼盤就一般 有兩款火腿都比較鹹 而豬肉醬是很粗的 多士我們都是用來吃蟹肉千層會開心些 輪到小吃了 我們點了脆炸雞配小烤醬 這款炸雞的雞皮炸得非常脆 是整道菜的精髓 基本上如果沒有了這個炸雞皮 就不需要吃這道菜了 但是記得趁熱吃 因為放久了雞肉有點乾 比利市人是很著重分享的 所以這裡的食物的份量是特別大 最適合就是跟家人或者朋友開心分享 主菜部分 我們點了燒烤豬腩骨 它是一個美國USDA豬腩骨 配蘋果沙律和炸番薯條 USDA的意思之前有一條片介紹過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放在下面留言箱裡 這道菜可以選擇半份或一份 我們點了半份 上菜的時候會嚇到 因為真的很大份 當我們切開豬腩骨的時候 幾乎不用用力了 好像放一把刀下去 它就自己滾下去 肉質很軟 上面的燒汁很香 而椰菜沙律加了少少滋鹽粉去調味 配上豬腩骨一起吃 很開胃 味道有少少像KEBAP 而炸番薯條是很好吃的 就算你不點這個燒豬腩骨 也可以單點番薯條來吃 另一道主菜就是經典牛扒薯條 它是用美國黑安格斯西蘭 跟番茄和薯條 牛扒上面的醬汁是用奶油和蛋黃等等材料調製而成 其實我覺得牛扒本身已經很好吃 很嫩 不需要加任何醬汁都已經很滿足 而我們叫的第二瓶酒是意大利的紅酒 這次這瓶除了有果味之外 還有一種獨特的木味 它是比較乾淨的 相比起第一瓶它的口感比較熬 吃飯吃到一半突然播起這個生日歌 有職員拿著蛋糕出來和客人慶祝生日 全場的客人都一起歡呼拍手唱生日歌 就算不是自己生日你都覺得很開心 所以這間餐廳不單是環境、裝修有氣氛 連音樂和職員都會帶動一種很融洽的氣氛 好久慎祝有了 好久慎,點燈 好久慎,點燈 其實還有甜品菜單 不過我們已經吃得很飽了 這頓飯我們點了六樣東西 再加兩瓶紅酒 四個人吃了2200多 之後我們去了附近的蘭桂坊喝東西 其實平時真的很少出來 難得同朋友出來 又是星期五就放鬆一下 其實這裡也是香港的景點之一 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氣氛 也可以來逛逛 我們隨機選了一間店去喝東西 我們點了兩杯Mojito 還有一杯白酒 還有一杯啤酒 總共是380多 讓大家參考一下環境吧 這次這個中環之旅就完結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可以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很快再見了 我還有很多影片還未剪 謝謝你們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